纪录片不是拍吗 一直拍 比如说五年时间跟踪一对恋人 或者跟踪一堆一堆人 他就是一直拍 但我们虽然没有拍 但是我们一直在生活中记录 就记住这些情感的故事 情感的人物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愿意跟我分享 他的故事 不管男孩的故事还是女孩的故事 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 因为为什么说大家都等了五年 六年才有四 是因为生活真的 真的要去好好的经历和提炼 你其实是像生活要素材 对